欢迎收听古风穿越爆笑言情剧《第一交》 第三百三十八集 自招 荣衡拥着苏青只觉得幸福至己 唯盼望岁月静好能永远这样下去 可惜天不遂人怨 苏青幻音才落 血添粗犷的声音就在院外响起 荣衡无奈 只得松了手 苏青笑嘻嘻起身 起身之际呼地转头 朝荣衡的嘴唇一啄 顺便咬了一下 然后站起身的一瞬 用手指勾着荣衡的下巴 一脸偷香得逞的表情 香 说完 替脚出去了 荣衡 他再次被媳妇当成碎花楼的姑娘给调戏了 嘴角扯起笑 一脸任命的幸福 跟着出去 院里 一个小内侍立在薛天一侧 远见着苏青和荣衡出来 忙上前一步 殿下 王妃 陛下口谕 宣王妃即刻进宫 荣衡看了苏青一眼 看来是辅心办的事成了 我和你一起去 苏青笑道 你在府里等我 辅心一会儿回来 荣衡会议 辅心回来 该是还有事情要做 要他配合 点头 那你自己小心点 小内侍 王妃彪悍的光芒照四方 她需要殿下你这么小心谨慎的叮嘱吗 谁敢惹王妃 被软禁在冷宫里的得答应 就第一个不答应 前李部尚书家 王妃审案时 鞭子是怎么抽李部尚书家管家的事 早京城传遍了 御书房里 苏青一脚卖进去 就感受到里面剑拔弩张的凝重 北岸三皇子面色阴冷 坐在一侧 见苏青进来 重重了哼一声 眉眼里带着无尽的怒气 那种怒气 眼看着就要压制不住 恨不得一脚朝他踹过来 苏青只扫了他一眼 就没再多看 反正他也不敢真的冲过来给他一脚 几步上前 极致与郑国公并肩 停步 行礼问安 一侧 郑国公被马峰遮挡 脸上难辨五官 苏青脚边 跪了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 穿着灰布衫 像个百姓 忽疑地扫了那人一眼 苏青默默立着 不说话 皇上咳了一声 这个人 你可认得 不等苏青回答 郑国公便道 陛下 九王妃的手下众多 未必就认得 更何况 九王妃做出这种 令人发指的事 便是认识此人 他也会否认的 苏青眉目凛冽 看向郑国公 眼神不善 你什么意思 郑国公满目怒火 熊熊燃烧 他和府上下 数百名死士暗卫 那都是真金白银 打造出来的 大佛寺后山一战 死的就剩五个了 想要再培养 这么一批暗卫 银钱是一方面 还要花费 巨大的人力和时间 他带去金卫营的人 没有一个丧命 却人人受了不算轻的伤 虽然不要命 可怎么也得养伤 十天半个月 他家都要被那些 金卫营的家属给围堵了 人是他带走的 伤是跟着他受的 不找他要说法找谁去 找山匪吗 苏青这么做 绝对是故意的 还有 他下山时被马蜂窝袭击 这浑身的伤 马蜂遮得包 疼得要命 郑国公怒火中烧 咬牙切齿道 旧王妃 你不必再装了 那些山匪 就是你带着平阳军夹扮的 臣已经有十足的证据 郑国公气得上不来气 断了一下继续 王妃就算是恨毒了臣 想要将臣除掉 也不该拿北夜使团的人 来对付臣 对付臣是小事 若是调情两国战事 老民伤才不说 边境百姓更是苦不堪言 苏青冷冷邪逆他 我听不懂你说的什么 怒火直窜天灵盖 郑国公指了只跪在地上的人 这是你平阳军的人 你总是否认 臣从他身上搜出来的令牌 也不会由得你底来 苏青冷笑 转头看跪在地上的人 抬起头来 那汉子便抬头看苏青 只扫了一眼 苏青朝皇上报全道 父皇 这的确是平阳军的人 郑国公倒是意外 苏青居然认了 皇上心下也有几分拿不住 不过看苏青坦然的样子 似乎又很有把握 深深看了苏青一眼 皇上道 你可知道 他是如何被郑国公抓的 苏青便冷静道 知道 知道 郑国公眼角一抽 有些意外地看向苏青 心头疼起 一种不太好的感觉 当时 这个汉子扛着金卫营的一个人 正朝他的府邸扔人 被他的心腹小丝抓个正着 抓住的时候 他眼看着逃脱不成 就要自杀 要不是心腹小丝 眼疾手快阻止了 现在就是一具尸体了 即使要自杀 可见他被抓住就是偶然 就不是苏青的安排 搜身的时候发现 他外面的衣衫 虽是普通衣衫 里面却穿的是山贼衣裳 想来一时泛滥 没脱山贼衣裳 就来执行任务了 郑国公虽然没有 亲眼见过山贼 可北岸三皇子见了 一眼就认出 那就是那些山贼穿的 随后又从他身上 搜出了平昂军的令牌 今日损失惨重 郑国公怒气冲头 浑身的血液冲得天灵盖都疼 恨不得直接宰了苏青 有了这些证据 立刻便进攻 想要打苏青一个措手不及 现在 苏青这么冷静地站在这 郑国公心头有些打鼓 低头看着那汉子 那汉子一脸愧疚地看着苏青 很明显是任务没有完成 还被活捉得愧疚 到底怎么回事 郑国公狐疑之际 苏青开口 父皇 宋末因为廖忠平 撞见他浩南风之事 就杀了廖忠平 廖忠平死得憋屈 儿臣身为执掌平昂军事宜 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若是不给廖忠平出这口气 儿臣在平昂军中 如何立威 听闻郑国公帅金卫营的人 去大佛寺后山抓山匪 儿臣便派人去打探消息 得知郑国公全然溃败 儿臣就让人偷了昏倒在山上的金卫营的人 原本 儿臣是打算让他将人 扔到郑国公府宋末生前住的院子 然后儿臣再以要人的名义登门 皇上深邃的目光看着苏青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儿臣想搜查宋末的院子 前任礼部尚书家的后花园 都犯出那么多尸体 宋末同样好难封 儿臣想他院子未必没有 主子 听说有人还没有点订阅呀 是 不行 上啊呀呀 好嘞